今天告诉你是打莫德纳疫苗的第二剂 那打完之后可能会比第一剂会来的比较不舒服一点 那如果你回家之后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猜中 妇产科医师仔细向孕妇说明施打疫苗后可能产生的状况 金融市原本开放六家医疗院所帮孕妇施打疫苗 不过因为有孕妇反应疫苗开评 要凑齐人数造成预约困难 金融市长刘昌特别商请金融昌医院 在7月27及7月29开办孕妇疫苗施打专诊 院方也贴心把原本户外的施打地点移至室内 座位安排上更方便家人陪同 提供孕妇五星级的疫苗施打环境 之前特别安排我们的医疗院所开放 帮我们的妈妈来施打莫德纳的疫苗 那因为后来有很多的妈妈在反应 好像约不到诊 那因为要等那个一瓶要十个人 要这个凑十个人 所以等待的时间比较长 那我们非常谢谢金融昌医院 赖院长这边帮忙然后开了专诊 依照这个市长的指示呢 从户外移到户内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孕妇 她本身可能会有一些家属的陪同 所以我们在座位的安排上 也让他们家人能够住在一起 然后有些孕妇跟家长 甚至有时候也期待小孩 所以我们也安排了这些亲子厕所 那我们也希望说 让提供这个金融的孕妇呢 有一个五星级的环境来注射这些疫苗 巡视专诊动线的牛昌 还跟现场夫妇分享陪产经验 不少孕妇因为注射的是 第二剂莫德纳疫苗 坦言心里有点啪啪的 第二剂 第二剂 那心情怎样 很紧张 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感觉副作用很大 第一剂的感觉是什么 第一剂就只有手举不起来 其他没什么不舒服 对此妇产科医师呼吁孕妇 还是应该适时接种第二剂莫德纳疫苗 才能有效保护自己与宝宝的健康 我们今天孕妇还是要打第二剂 因为基本上孕妇一旦感染到新冠肺炎 她得到重症跟插管 还有使用叶克膜的几率 都会比一般平常人还要高 所以如果可以打第二剂 就可以增强免疫力 那这样子得到重症的几率 会相对低很多 金融市这种方面 共开放144个专者名额 结果有116名孕妇预约在 基隆肠益医院施打疫苗 希望给孕妇及腹中宝宝 更好的保护力 安心生产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